羅奇你又不敢找啦 ok 那好啦 那跟著啊 這個真的 講來浪費氣真是好笑 不如講一下何生何太 講講一下又要講一下何生何太 真的 我們隔了一天沒有講的 當然啦 何生何太這件事就 有件事有件事好笑 這件事先講講 有個 有個天水圍一間學校 這間中學叫什麼名字 這間中學叫中文大學校友會聯儀會張孫昌中學 現在中學很多交流團 那就是網上近代有傳 有個男老師呢 就是為什麼不可以隨團回來 網網什麼相 教育刺針 教育刺針傳出來 就是前天 教育刺針 就是楊sir有收到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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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天有很多報告 他要先跟回 那件事 但是前天 零一都有跟進報道 其實就是 是不是武漢那邊 就是 據傳就是武漢那邊 叫雞被捕 因為其實 你遲回 最長就要14天 就是14天的刑事拘禁 刑事拘禁 刑事拘留14天 還要罰五千元 四天的 還要很毒的 還要通知家屬 要老婆給錢 要老婆給你回來才行 這個才是惡毒 教育刺針 就發出爆料人的說法 就是 總之就是這位老師 和另外一位 可能異性 一起上酒店 但是現在大陸 因為嚴打的關係 就是要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證明他們兩個是情侶師 沒事 但結果證明不了 就把這位藍教師 拘捕了行政拘留14天 和罰款五千元 整個武漢團裏面的老師 和學生 就在 早上大家聚集 在說活動和工作分派的時候 發現不見了這位藍教師 然後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然後校長就要趕快找代課 你問他們怎樣 整件事都醞釀了我們的時間 這些有Whatsapp 你是不是有一天去了武漢 有個老師 昨天被公安拘捕了 就是這些 陳寬 大陸嚴打 黃賭毒 大家今早不見了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不打不撞就知道了 不會不打不撞一定通知你的 政治犯就說沒有交代 但是你叫雞這些 他要問你拿錢 熟人 當然 因為大陸是不讓兩個單身人士一起上酒店 要證明他們的情侶才沒事 要證明他們兩個情侶 這個很純情 這麼嚴重嗎 那就死定了 叫雞回去住的酒店房 即是你 爆房 行政拘留十四天 五千元 因為大陸是不給的 就是這個 叫雞回去 不是不給 不是吧 你隨團住的酒店房 你叫他上來嗎 你不是這麼瘋了吧 你就是自己出去找時鐘酒店 訂一兩個小時 這樣搞定就算了 是不是傻的 限錢 林叔叔 怎樣交代啊 怎樣交代呢 最後怎樣交代呢 今天有交代的 張宣昌 張宣昌中學 他就說 現在接獲一位團員 如果有教師違反專業操守 教育局就回應了 如果有違反專業操守的話 嚴肅處理個案 要求該團員和任教的學校提供報告 現階段就不做評論 其實已經知道了 有沒有一定知道的 為什麼不做評論呢 要不是你互短 是不是 但是呢 就是校方的忍吃當事人 就是那個sir 阿sir說沒有就沒有 非真實陳述 那是怎樣 他說不是就不是 你相信他 他說你就相信啦 那個態度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啊 密切關注事件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沒有的 被人誤傳的 老屈的 誰在WhatsApp裡面傳的 你又拘捕那些老師 因為變成假新聞 是吧 23條 23條事後 現在呢 就說出了通告 就是說這個資訊不是真實的陳述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啦 說得這麼複雜 做什麼呢 又是向校董會匯報 已經向校董會匯報了 沒事沒事 現在就說 教職員非常關心同學的需要 如果同學需要真相 如果 同學如果需要真相 你提不提供啊 你關不關心啊 同學以後可能會做教師的啊 我上大陸團的話 喂我受誘惑那怎麼辦啊 是不是 都不是受不受誘惑的問題啊 如果 女兒 馬上闖進來 那怎麼辦啊 這個也是個問題來的啊 真奇怪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 延遲回來先 你有什麼理由說 即是 回不了來先 你有沒有給五千元先 是不是 內地考察團 因為嫖妓被捕 有了報道啊 搞到明報也有報道啊 連登有人轉載啊 真的有件這樣的事啊 有沒有人知情啊 這件事 是 那些網民怎麼說啊 就是 很好學習他們祖國的文化啊 嗯 就是這件事 真的不了了之 哎 真是 這麼隨便也有的 你這麼隨便的話 然後整個無靈兩可的聲明 那就被人覺得聲虛了 是不是啊 那 你學校可以做的 都是這樣 就是趕快請代課 是不是